我们首先掌声有请当事人上场 来有请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 我怀疑我儿子的这场婚姻 是一场骗局 他骗走了我400多万元的一所房子 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寻求法律援助 求助人赵先生夫妇 82岁 北京人 退休 求助退刑 欢迎房产求分 刚才你们在诉求当中告诉我说 您认为儿子这场婚姻是骗婚 你认为你这场婚姻是骗局吗 我不认为是 你父母怎么为什么认为是呢 是不是因为种种的这段时间那种迹象表明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儿子跟他结婚 是网恋结婚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 他现在跟这个是第三次婚姻了 他也二婚 他自己独立就到广州去了 可能混得不错 然后16年的初就带着我这个孙子就走了 他们就到广州去了 我当时受不了 但是我没办法 我觉得这么说可能不太对 我不想录了 他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你解决事的话 怎么叫骗呢 是不是 他有没有怀疑过你这婚姻 两个人网上相识 没多久就结婚 根本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基础 可是对于老两口来说 老来得子就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也是百般疼爱 反对多次无效后 也就顺从了儿子的意见 让儿子带着孙子到广州生活 可是没多久 由于儿子适应不了南方气候 只好又回到北京 顺便把妻子和妻子十岁的女儿 也带到北京一起生活 一家四口住到了母亲名下的房子里 隐患也由此而埋下 我们有两套房 我们俩住在我们单位的房 我还有一套房 在丰台赵宫口的南边一个 他那孩子上四年级 我那孩子还没上学呢 他们四口人就住在那了对吗 对对对 这个儿媳妇又觉得不行 说这俩住一块影响学习 要换房换一个小一点就行 俩人一屋不影响学习 当时我们想换就换吧 这老太太疼孙子疼孙女 说这样不影响他们两个学习 就答应换了 他们的承诺依然是 原来房本是老太太的 换完了以后还是老太太的 换的时候有没有过 口头上的写上是换了之后 应该写谁的名字有没有 也许是这样的事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也不否认 可能说过这样的话知道吗 我儿子买房换房始终没参与 任何环节他都没参与 都是儿子媳妇一手操办 你们对儿媳妇还是挺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CS I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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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为何会如此举动 按照母亲的讲述 卖房前小两口有过 把名字落在母亲名下的承诺 但是在具体操办中 最后却变成了儿子的名项 没多久 儿媳的名字也被加了进去 难道这次卖房买房事件 真是像父母所说的是场骗局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那么对于这一切 儿子是否知晓内情 父母又是什么时候 发现儿媳的名字 加到房本上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5月3、2月27号晚上 在2018年5月27号的晚上 对 为什么那天知道的 就他们两口之间那矛盾呢 他上我家去了 给那儿子告状去了 告状以后啊 他说我当时没批评我儿子 他对我就有意见了 其实当时我把我儿子也说了 我把他揍了一顿 这完了以后 不是以后我就病了 我病了那么长时间 儿媳妇 没打过一个电话 没去过一趟 我们俩就寒心了 儿子 我能理解 他白天他不出车 他要交五百姜付钱 晚上去看看我 也很不关心 我可以那么想 要说妈妈住院了那么长时间 疼得那么厉害 就这么一个孩子 对儿子和儿媳妇失望了 对吧 很失望 太失望 我们没希望了 就这么一个孩子 没希望了 决定把房子要回来 从5月27号开始啊 正式地跟他听出来 就正式地跟他谈 一定要把这个房本改了 通过这一天才知道 房本上不但有他的名字 还有他媳妇的名字 所以我们这只火上更加油了 当你们知道 这个房子已经添加了儿媳妇的名字的那一刻 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觉得 就是骗局 就是骗我们的房子呢 本来是我们俩 辛辛苦苦 一辈子买的房子 叫我儿子给弄去了 结果呢 卖的房子没有十几天 又赶上他 凭什么改你的名字呢 你们全然不知 不知道 就在母亲讲到 发现儿媳的名字 也加到房产本上时 观察室中栏目编导 仍在劝说情绪激动的儿子 你先别走 你先别走 你先坐会儿 好吧 先别拍 先别拍 当得知儿媳的名字 也加到房本上后 老两口再也按捺不住 内心的愤怒 直接找到儿子 要求儿子儿媳 兑现之前的承诺 把房产本的名字 改回到母亲名下 对此 儿子也一口答应下来 但是没想到 当儿子去和儿媳 转述父母态度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这儿子太子还行 我愿意过 我回去跟他看 怎么商量商量 27号晚上 他没跟他儿媳说 他心情也很激动 又怕说好了 两人打起来 27号没说 28号可能是说了吧 31号孩子过于儿童节 晚我儿子上午10点半 把孩子接完了以后 这不放假了吗 每次放假都送到我那去 我得我带着他 31号回到他们家 就不见了 他跟他闺女了 当时我儿子的脑瓜相当简单 他说他可能带着孩子玩去了 一直到3号孩子 把孩子早上上学送走了 10点半给我们打点电话 说他们两个人不辞而别 我说写什么东西没有 什么也没写 他把他的衣服 主要的东西都拿走了 都拿走了 这儿媳妇到现在 对 都没有回来是吗 没有 到今天 没有 结果我们也纳闷啊 你要自己单走行 这孩子还要上学呢 对 你不能当个孩子上学呀 我们多个心眼 就到那孩子学校去问问去了 说这孩子 这哪天上学没呀 我去问他 老师说这孩子转走了 转学了 转走了 我说是转哪儿去的 他说转广州去了 转广州去了 因为再说一句话 我儿子31号单位给打出来了 9万6千块钱 他把村子拿走了 拿走了 取走这9万 他就狠到这程度 一位一还没来 结果他实在都给我打电话 就说不辞而别 我就听这话了 我就我们俩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来了以后 就收拾人的 简直就乱那样子呀 拿走就跟着逃荒似的 你看 就是这么一个人 关于靠买房 卖房的手 现在东西全没有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吧 没有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离婚证书 生育证书 这孩子的 买房子 装修什么都没有 正经的发改的 什么都没有 前期采访时 赵家老母亲告诉我们 当儿子把改房本 这个提议告诉儿媳后 几天后 儿媳就带着女儿 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家 并且把女儿也转学到广州 有关卖房 买房 装修的相关材料 也被儿媳全部带走 儿媳为何会走得这么果断 究竟是和房产有关 还是小两口感情本身出了问题 而此时 儿子就成了这种 最关键的人物 为此 栏目编导经过再三努力 终于说通儿子 坐在镜头前 还原事实真相 但是儿子依然不愿来到 节目录制现场 来 显日你好 因为我父母岁大了 我就是想帮他们 帮你妈妈把房子要回来 好 那很多问题我就要问你了 对于你们两个婚姻 她是怎么说的呢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 那现在她不辞而别 而且把孩子已经转走了 明显的这个 可能不愿意在北京生活了 而且这套房子又有 又有她的名字 那你怎么看这两年来 你们的这个婚姻的生活 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一开始她都是不错的 只不过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导致今天这个局面呢 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可能我的一些 不太好的这么一个行为吧 可能让她比较生气 就和我父母说去了 可能当时我父母呢 也没有说 好像是向着她呀 或者说怎么样了 没有站在她那边的立场 对对对 就让她有点心寒了 对对对 好 这个房本 2018年1月份 这个房本下来的 是的 什么时候加上她的名字的 大概其可能过了 有一个礼拜 十来天 她具体我忘了 是她主动要求加的 还是您主动加上她的名字的 是她主动 跟你说的 对 她怎么说的呢 具体我忘了 反正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 她可能会更踏实一些吧 更有安全感 是的 是的 你认为这个房子是谁的 那应该是我妈的 那你认为既然是你妈的 你有权利做主吗 我是这么认为 可能迟早也都是我的是吧 那当时加你媳妇的名字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要跟妈妈 或者爸爸来商量一下呢 我没和他们商量 为什么不商量 就没想过这事嘛 因为你们之前有过约定 就是这个房子换房以后 也还是写在妈妈名下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违背了承诺 变成了你的名字 因为当时可能那天去 买那个房的时候啊 挺晚的了 可能就直接就把我名字写了 你认为是一个偶然的行为吗 还是说你们早就想好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它是几百万的财产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偶然不偶然 你知道吧 那你今天怎么看你媳妇的出走 她可能对于我 可能比较失望或者比较伤心吧 如果说您的媳妇现在站出来跟你离婚 她就要分割一半的财产 而且她就认为你有过错 导致这段婚姻解体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你们俩的情感 最后让你父母来买了单呢 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这样 那这个结果你认为你承受得起吗 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那你避免的话 当时直接写你妈妈名字 是最好的避免的方式啊 写在你名下 姑且你妈妈还能接受 你为什么又要加上别人的名字呢 这已经在步步地 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啊 有些希望吧 你认为有希望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就是自己的感觉吧 那么我想说的是 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这个具体还真的没想过 那我其实还是非常希望 你能够来到节目现场啊 我不想去真的 其实刚才在观察室当中 这位先生一直在跟我们的编导 进行沟通 他的一些心理状态 我也请我们编导 来到我们现场 给我们转达一下吧 来 刚才我跟您儿子在观察室 聊了一段时间 我能感觉到 您儿子确实是左右为难 是这样 他给我看了一段微信 是他给他妻子发的 主持人您来读一下 好 当时我看完之后 我特别有感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谢谢 我也想推一下这位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问的是 这段时间您跟您的爱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有回复你吗 有 你觉得还有挽回的可能性吗 可能应该还能有吧 你觉得他是爱你的吗 是的 因为我从刚才的这件片语 能知道你还是很爱他的 你也确认确信他是爱你的 是 你媳妇有没有跟你说过这套房子 在她的理解当中 是认为是你的 还是认为是她的婆婆的 没有说过 从来没说过 对 换房的时候 她可是跟你妈妈亲自承诺过 换了房以后还是写在妈妈的名下的 为什么她并没有去兑现这个承诺呢 至于她等跟我妈说的 其实我确实不是很清楚 你认为她对这个房子有想法没有 如果说要对这个房子有想法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她认为如果说住到我的名下 或者说我们俩名下的房子 可能她会更踏实一些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孩子嘛 就是又是一个男孩又是女孩 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好 这是您的说辞 我来听一下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看法 听了那个叔叔阿姨一番陈述 也听叔叔阿姨挺担心的 这个儿子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有作为的 这么一个儿子 为了自己的爱情 把自己父母一套房子 弄到自己名下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这个媳妇呢 把自己的名字签上来了 肯定老人就不高兴 我认为签这个女人的名字 是不妥的 要签到她儿子的名下 就她一个人还是比较妥当的 但是说呢 为了有安全感的起见 建议要签上她自己的名字 实际上呢 作为谁都有这个自私的这一面 也无可非议 好 这是观众的观点 邵老师您怎么看 因为您儿子没有这个勇气 让我们来看一看她 所以可能我对她 以及您这儿媳妇的判断 还不是很准确 但是我在想 一个女人到你们家里 已经过了两年的生活 她肯定带着很多很多的期许而来 否则不会花两年的时间在这里 那这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她一直在寻求婚姻给她的保障 可能房产 可能是一个固化在那里 可以摸得到的东西 可能对她来说是最大的安全感 但是这件事呢 让我们大家难受就难受在 其实她的诉求没有问题 您儿子的表现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她拿了爸妈的东西来送人 这一点可能是最纠结的 通过儿子的讲述 我们发现 在买房卖房过程中 都是儿媳一手操办 儿子对其中一些细节也不知情 而且对于儿媳的不辞而别 儿子也是耿耿于怀 从微信中可以看出 儿子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这份情感 但是坐在对面的老两口 更关心的则是自己的房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又会如何看待呢 说身边案里 民法理情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那接下来两个律师 将根据当事人所陈述的内容 进一步的提问调查 来首先有请孙小敏律师 我总结了一共五个问题 做换房决定的时候 按您的表述 是儿媳妇主动提出了换房的要求 并且做了承诺 承诺这个房子换完之后 一定还会归于母亲名下 在这个基础上才要换房 第二个问题是卖房的问题 换房之前 房子的所有权在母亲名下 您是要积极主动的去做 去配合的 第三个问题是买房 买房的时候按您的表述 就已经开始受到欺诈了 受到欺骗了 就是买房人 由您已经变成了儿子了 对不对 而且也就意味着儿子和儿媳妇 没有履行当时在换房之初的那个承诺 但是这个时候你们是敢怒不敢言 也许是基于情面 也许是基于其他 总之没有提出来制止他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办理产权证书 办理产权证书的时候 其实当购房人变成了儿子一个人 其实可以按照逻辑推出来 这个房本是谁的 这个房本只能是儿子一个人 当你们知道房本的产权人 是儿子的时候 你们也没有提出疑意 这个时候你们的心态 我觉得你们认为还是认可的 第五个问题 一直到他们夫妻俩产生矛盾 二老身体不舒服 我觉得是你们考验了亲情 在这个时候你们才看透了问题 儿子的三段婚姻 让你们彻底失望了 所以之前即便你们是 半推半就 我没有提出来 也都全部推翻 我觉得我们受骗了 这个房子还应该是我们的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您卖房的时候 阿姨是怎么卖的房 是您自己找的中介 不是 总的来说一句话 一切买房卖房都是他操作的 你只负责签字是吧 原因我们俩岁数大了 他也能体贴 那您签字的文件 什么内容自己清楚吗 不清楚 受房款是打到您的账户 还是打到谁的账户 然后这钱我一分都没见过 买房卖房 那也就是说房款打到哪个卡 后来哪张卡去买房 您啥都不清楚 对 好 来 王律师 舒娃阿姨 你们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在解决所有法律问题之前 首先我们得闹明白 我们一再强调说自己被骗了 我们得知道被谁骗了 骗你的人是谁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你们说了 儿子和儿媳妇之间是骗婚 可是从你儿子的表述当中 他并不认可 他们认为他的婚姻 是有感情基础的 而且你们也说了 在整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非常信任儿媳妇 我相信这个信任不是无来由的 你们之间也是有感情基础的 所以我再明确一下 你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儿媳妇是骗婚吗 我可以说是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跟我儿子认识的时候 到我第一次去 我问他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他跟我说的 我早就认识他了 我们的感情很深 我认识了解他 比你了解得清楚 他这就是骗我 编导麻烦连线帮我推一下 儿子 先生您好 我想问您一下 您认为这个女方是骗婚吗 我觉得不是骗婚 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 对吗 是的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问题出现了 在这个整个问题当中 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谁 是先生 您的儿子 您所有的矛头 却指向了儿媳妇 说他来骗婚 为什么要这么爱护这个孩子 我不袒护他 他们俩 所有的表述 让我感觉您非常袒护 包括您的住院 包括出现问题以后 推到儿媳妇身上 说他是来骗婚 您住院的时候 简单的说了 儿子不来看我 但是他需要开车 他有工作 而是儿媳妇不看你 您就彻底寒心 为什么要这么 袒护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 来到现场 我想问一下先生 您来到现场的目的是什么 您来到现场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你的父母 解决这个现有的困境 还是说来帮你的妻子解释 主要是为我父母解决他们的困境 既然解决困境 为什么不敢来到现场 把所有的事情还原清楚 既然做错了事就要敢于承担 既然选择父母 我希望您能够来到现场 把当时的过程如实地告诉我 我才能够帮到您的父母 因为我现在要知道 你是你父母的敌人 还是亲人 是的 如果你的儿子现在不配合 那么我们简单来讲 未来的被告 就是你的儿子和儿媳妇 如果他配合 很有可能 他要跟你们一起来对向儿媳妇 我要知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在妻子和父母之间 儿子最终将如何抉择 到底是选择保护好自己家的财产 还是说选择保护好他的情感 你好好想一想 一旦儿媳提出分割房产 两位老人该如何应对 所有的经办的这个手续 因为是那位女士来做的 她没有来到现场 导致我们很多的事实 没有办法来还原 售房和买房 我觉得她这个儿媳妇 儿子还有父母 她的真实意思表示 是很重要的 对 对